歡迎收看國民大會 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晚安 我是余美人 如果是講到飛彈貪污醉機 你會想到什麼 你絕對不會想到 這跟沙烏地阿拉伯有關係 因為最近在中東24小時之內 沙烏地阿拉伯上演了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年度大戲 11個王子被抓 10名前後任的部長被抓 這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宮廷鬥爭呢 我們要好好跟你聊一下 首先為您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空姐 前任空姐 Casey 你好 還有一位是我們的傑銘 還有一位是資深媒體人任俊 另外在我的商務艙的朋友 是政大阿語系教授 歷傳田 歷老師 大家好 還有是歷史專家曹若梅曹老師 大家好 那麼我們可能要知道一點地圖 大概了解一下 因為這實在是震驚全世界 24小時之內 我想先問一下仁俊 這個整肅貪腐 可以搞這種陣仗 其實你講說貪腐在沙烏地阿拉伯 這個國家大家很難想像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有錢 還有什麼貪腐 每個人都好爬 要去掉你知道嗎 但問題是在11月4號的時候 他們居然趕上時代潮流 要成立了一個叫做反貪腐委員會 而且開始到處抓了你知道 第一時間講出來的時候 是抓了11個王子 4個部長還有一些若干人等 現在消息再出來 大概抓了60個也沒多少 這裡面有很多都是什麼親王輩的 王子輩的這一些 你可以看到 這個要設計布局 而且那種通訊還不能夠被對方知道 然後通通一個派對對不對 60個人你看要繽紛多少路 全部關在飯店裡面對不對 還要趴他通公報信 可是這一次很多人講說 他發動的人 其實就是他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廚 叫做穆罕默德 因為他這一次這個操盤 很多人講說他雖然是拿這個 反貪腐的名義 可是背後可能有些奇怪的目的 你知道嗎 我們講說抓了60個人 將近60個人 其中有一些比較著名的人物 其中有一個叫做阿瓦里德的這一個 這真的也是世界好的你知道嗎 他有錢到什麼程度 之前他到這個土耳其去旅遊的時候 旅遊一個禮拜 我們一般是旅遊 你想說這樣是王子有錢 應該怎麼樣 就是租一整棟的飯店 你覺得OK對不對 我跟你講不是 他租下一整條街的飯店 為什麼 因為他喜歡運動 他運動的時候 他想說運動我要休息 你要休息你要回原飯店 他覺得太累了 路邊的飯店我可以隨便走進去 所以你知道嗎 他光一個禮拜花了2000萬 在度假的這件事情上面 一個小費出去傑銘好棒 小費給你 收了17萬台幣 我天啊 對他來講就是 男生你知道嗎 他下次要去哪裡度假 所以在這一次在抓的過程當中 其實還傳出有一些傷亡的事情 事實上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有些人質疑講說 穆罕默德發動這個 事實上是有一點點 是在整肅一級的感覺 因為這裡面牽扯到一個叫做 阿茲琪的這個王子 他也不過就在前幾天的時候 在那個夜門的邊境 因為做直升機 直升機用Kanel來 那很多人就很好奇 為什麼 因為阿茲琪王子 他的爸爸之前才是雛君而已 結果後來被拉下來之後 變成穆罕默德 就是現在在整肅一級的這個 他變成雛君 那有沒有可能是說 我把前面這幾個都給幹掉 這個引起很多討論 那這一次抓了快60個人裡面 有傳出一個叫做曼蘇爾這個王子 據說當時拒捕 而且直接被槍殺 不過沙烏地阿拉伯現在有出來否認 講說沒有沒有他活得好好 但是我跟你講就是 生要見人死要見屍 你發個新聞稿跟人家講說他還活著 誰知道怎麼樣 那問題就回來了另外一個 很多人講說沙烏地阿拉伯這麼好 這些都是親王有錢的要命 現在被抓 我跟你講關在哪裡 你一定以為他關在監獄對不對 不是 你現在看一下 這個叫做利斯卡爾頓飯店 這個飯店跟觀眾朋友報告 也沒有很有名 只有川普去沙烏地阿拉伯的時候 也住這個飯店而已 那你就表示他這個 這個真的舊話 你以為說他被關 被送到這個飯店裡面 是關在這個飯店的房間嗎 我跟你講這個穆罕默德真的很狠 而且也很壞 他把這個飯店全部包下 應該是這樣 但是這些人全部睡在大廳裡面 睡地板 給你睡袋 給你一個茅毯 外界說這個是一個長刀之夜 對 你知道他們的那種什麼 對 他們隨身帶著 也跟祖先有關 所以我們就很好奇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應該講說有一個 這樣這麼大的一個事件 而且你知道這個凍結的資產 是真的會震動全世界的 所以我們想問一下這個老師 聽說這樣子的一個 整肅的異己的行動裡面 我們發現 沙烏地阿拉伯怎麼那麼多王子 對 美人你剛才不是說 這年度大戲 是 狼牙榜 大家要爭什麼 王位對不對 對 所以這次飛機失事的 就是乾王廚之子 剛才仁俊講說 多豪奢 多少王子 美人你知道嗎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有三多 第一多當然到賣家朝聖的信徒多 第二多石油多 它是世界輸出石油第一名 它的輸出量是美國的13倍 第三多 王子多 王子現在有5000多個 還有親王有好幾百個 王子剛才仁俊說 多奢侈 你知道一個最最最不起耳的王子 等一下曹老師 如果有人去了沙烏地阿拉伯 回來跟我們顯擺說 他認識了一個王子 我們其實不用當回事對不對 對 因為王子太多 世界王子是石頭丟出去 你一定打得到的 但是喔 他顯擺說 你要注意喔 因為他真的錢很多 因為基本上 最最最最最不起耳的王子 他一個月的零花錢 250萬台幣 你要不要去 好好的去 還是要尊敬一下 對 尊敬一下對不對 那為什麼王子這麼多 我們來看這一張 這個就很清楚 因為這個老王一本沙特 當年他娶了38個老婆 生了70個孩子 70個孩子裡邊 36個男的34個女的 那麼所以王子的王子 就是王子對不對 那麼女兒的丈夫女婿 也是王子 女兒的兒子也是王子 所以這個枝繁葉茂下去 這不得了 王子多得不得了 所以大家要爭奪大位 但是這個老王一本沙特 他當時有一個想法 那麼王位的繼承 不是父死子祭 是兄中弟吉 因為這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 表示我們家族團結 對不對 兄友弟公 第二個好處 國有長君 大家都很有政治經驗 不會有國有少主這個情況 所以搞下去 每一個級位的 都是他的第二個兒子 第三個兒子 第五個兒子 第六個兒子 第十個兒子 現任是第25個兒子 那麼國有長君 長到變成老人政治 比如說這一任國王 他上任的時候80歲了 上一任國王 他上任的時候81歲了 所以給弟弟的話 弟弟也都是差不多這個年紀對不對 所以就是一直沒有換血 對 所以上一任王廚為什麼貝貝呢 他的理由是說 我要讓政治年輕化 所以這個王廚 66歲了 你看太老了 因此他立的那一部親王 55歲 這個人不得了 這個人是一個反恐專家 所以他曾經有一次 有一個刺客 竟然把炸彈藏在職場裡邊 靠近他 完全搜不出來 但是就在他面前引爆 他當時好把衛傷 而且面不改色 所以這個人是個反恐專家 當時被立為王廚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 那一定就是他了 可是沒想到 這個人這麼能幹 幫忙打天下 最後的結局 竟然是這位王廚穆罕默德 他才是現任國王的親兒子 是他十幾個兒子之中 最受寵的一個 所以這個人32歲 他也有一個外號 叫做阿拉伯強人 所以沒想到這一齣大戲 終於王廚不上檯面 原來就是現任國王的兒子 穆罕默德 所以應該講 胸中壁脊 應該要傳給弟弟 可是怕弟弟太老 就傳給弟弟的兒子 對不對 結果發現 還是不如自己的兒子好 弟弟的兒子他看一看 又覺得不行 所以回來又傳給自己的兒子 對 還是自己的兒子好 穆罕默德32歲 所以麗老師 他是幾個兒子裡面的一個兒子 他是八個兒子裡面的第七個 老七啊 他是老七 所以會看中他的話 因為他在在任的時候 就現在的國王 薩爾曼在任的時候 他就是這個黃廚 他當黃廚的時候 薩爾曼國王當黃廚的時候 他叫黃廚的秘書長 他也後來被稱為國防部長 最被人家所注意的 被逮的五名王子當中 當然就是剛剛前輩所說的是 瓦利的親王 因為他世界算起來是 第30到第40富之間的人 而且他也在阿扁時代 然後來過中華民國台灣 他的兒子就叫做哈利德 還到台灣來投資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就是這一位 他是上一陣阿布杜拉國王的兒子 他是沙烏地阿拉伯黃氏侍衛隊的部長 他被抓 他被抓 他是黃氏侍衛隊自己是侍衛隊 而且他還是現任的 就是當著部長好端 這好刺激在背後是怎樣運作的 拍電影喔 就是消息沒走路 世衛長耶 自己是世衛長自己被抓 他是世衛隊的部的部長 跟國防部長等是同級的 沙烏地的軍隊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個圖來講 沙烏地阿拉伯在這邊 好 只要你要能夠當世衛隊的成員的話 一定要住在我化的這個紅線區域裡面的居民 因為世衛隊的話不是對外國打仗 他是保護皇室 他第一個就是要發誓要效忠皇室 那為什麼要這個地區 因為國王出生於這個地區 就是他是這個地區的人 所以他都利用這個地方的居民 當作保護皇室的人 所以這邊的人也是百分之百忠心耿耿的 所以以前老講都用浙江人嘛 一樣 全世界都是一樣的邏輯 我曾經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吉達 碰到一位他這個世衛隊的隊員 他是當年的二兵最小的 那時候講起來也很早了 民國67年 我現在也是民國67年 也是看起來很年輕的人 那個時候我問他 我說你怎麼能當世衛長 他說我住在利亞德 我說不好意思啊 一起喝咖啡嗎 我說請問你一個月拿多少錢 他二兵 民國67年 拿4萬吧 台幣 對 可是你看他的待遇有多好 他的職責不對外打仗 是完全保衛皇家 所以他的人現在的 沙烏地阿拉伯總共有23萬的軍隊 皇家四位都有8萬人 那他為什麼要抓他 因為他最被看好是上一次黃廚的 候選人 接班人 因為他爸爸阿布都拉 他爸爸就是當時的國王 所以當時的話 大家都看好是會是他 結果沒想到的話 現任的薩爾曼一上來之後 完全就把上一任國王所安排的人選 全部都換掉 那問一下立老師 就是說沙烏地阿拉伯 因為他們原來是部落社會對不對 就是親不親土親 而且抬頭不見低頭見 你懂嗎 都是親戚 那這樣幹的話 會不會後面的這個怎麼收尾 不會 很好收尾 因為在沙烏地阿拉伯 你只要掌握軍隊 軍跟國防示威隊 軍隊三軍跟國家示威隊的話 你就掌握全部了 所以現在賓薩爾曼 他已經掌握國家示威隊了 他自己是國防部長 那就鬥他的啦 對 所以他還怕誰反呢 反一個抓一個 所以他是事無其談 好 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是 那個賓薩爾曼 或者穆罕默的賓薩爾曼 做得好像不堪 其實我跟你講 昨天吧 我問我沙烏地的駐華的 我們沙烏地駐那邊的代表的 一些官員他說 全國的人都歡心鼓舞 等於他是沙烏地阿拉伯的 習大大的意思就對了 對 因為他現在是打大老虎 對 痛快 但是大家也風聲鶴唳 什麼話都不敢講 先等現在的賓薩爾曼 就是穆罕默的賓薩爾曼 把這件事情做塵埃落定的再說 問題是 我們覺得很好奇 沙烏地阿拉伯的這些王子被抓 竟然會影響台股 你不覺得很好玩嗎 會不會太遠了 蝴蝶效應嗎 因為裡面他抓到一個人叫阿瓦里德 他稱之為 就最有錢那個 對 最有錢 他的錢比王室都不差 王室的錢 我們知道現在台灣股市 他錢要吐出來 對 好大的錢 真的 費一點點就好了 對 好 因為現在台灣台股市值 大概是32兆元 那麼台積電就佔了我們這32兆元裡面 大概有18個百分點 而阿瓦里德就擁有台積電 1.5%的股權 你知道只光阿瓦里德 就佔我們台灣的資金有多少 如果以市值來計算的話 大概有3200億新台幣 一個人而已 他其實當時投資台股 大概是差不多1 2000億 但是因為現在台股市值 到32兆 他佔了台股的1% 當然大家就想說 他有台積電 他有台灣的銀行股 然後會不會影響到台灣股市 說真的 台灣股市這兩天 還真是跌的 包括這件事情發生完之後 台積電就沒漲過 這件事情還沒發生之前 台積電還漲了4元 這個事情發生 台積電到現在都聞風不動 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我們值得關注 不過阿瓦里德是一個傳奇 其實抓他很奇怪 因為阿瓦里德雖然是王子 可是他早就沒有享受到 王子的權利 他的父親當時支持伊朗的國王 不是伊朗 埃及的總統 埃及總統對沙烏利阿勃來說 是一個敵對的派系 所以當時他父親跟他 他在5歲的時候 就被流放到埃及去了 回來之後啥都沒有 因為他已經不認同是王子 所以剛才那250萬的月薪 他也沒有 他父親就給他1.5萬美金 他就在1.5萬美金 對不起 15萬美金 開始投資 竟然投資成為 阿拉伯世界裡面最有錢的人 其實我們這樣講 大家都知道李嘉誠 李嘉誠在1997年的時候 當時香港回歸 李嘉誠曾經站在街頭上面說 誰要有土地房子賣出去 通通收 其實阿瓦里德 你還記得1990年 當時伊拉克入侵 科威特 當時都想會打到阿拉伯 所以那時候 利亞德的房地產 全部崩到當時價格的 1.3的價格 他跟這個李嘉誠一樣 誰要買房子 誰要買土地 他通收 這一收不得了 後來這個美國介入了 戰爭就結束了 結果利亞德的房地產 一口氣大漲 他基本上投資報酬率超過400個分點 成為阿拉伯世界最有錢的 落難王子 因為他等於沒有收錢的王子 結果他眼光非常卓越 剛才有談到 包括花旗銀行買 只要美國任何的銀行體系買 他買到什麼 買到最近最漲最兇的 Snap跟Twitter Twitter可是川普最愛的 想想看 而且不只如此 阿拉伯新聞 也在他手上 所以對這個沙爾曼來說不得了 他是新聞的擁有者 我跟你說他有多有錢好不好 他的三老婆住的房子 再看一下 1.3億在沙漠蓋的 他三老婆的兩個兒子住在這一間 還美金 1.3億美金 他有幾個老婆 這個我要問一下 6個嗎 不是只能娶4個嗎 兩個離婚 保持4個 一直保持4個就可以 對 重點來了 就是他的三老婆 兩個孩子 你覺得有幾個仆人 應該有幾個仆人來服務 10個 180個 所以他的錢跟他跟美國關係 當然對於沙爾曼來說 這個人當然一定要閉上他的嘴巴 因為他阿拉伯新聞會發布的訊息 對於王廚來說 對於王子來說 或者現在的國王來說 可能心裡面 心裡總是忐忑不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這個說 最符合人 什麼 對人心鼓舞 這次這個 男女都喜歡他的這個王廚 對的王廚 Sheikh Muhammad 他其實你如果從他的一路的教育背景 或他成長的環境來看的話 其實在阿拉伯世界 他的背景是無懈可擊的 他是沙烏地阿拉伯大學法律系畢業的 也是目前最年輕的國防部長 但是他為什麼會這麼得明星 是因為我們如果考慮到 現在阿拉伯世界 沙烏地阿拉伯的人口組成的話 百分之70左右都是年輕人 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 組成他們大部分人口社會的比例 Sheikh Muhammad 他會這麼受到這些年輕人的歡迎 是因為他大概有三個方向 大改革的政策 打中年輕人的心 第一個是他縮減了很多公部門的預算 包含部門的容員 包含公庫的支出 他把這個拉下來了 他認為錢我還是要讓我的人民可以使用 所以這個打中年輕人的心 但是最重要為什麼讓大多數年輕人很支持他 因為他開放很多娛樂環境系統 沙烏地阿拉伯在阿拉伯世界裡面 是極端保守的一個國家 所以如果說你以前有去過那個地方 會發現路上你看不到任何的招牌 有人臉 娛樂相關的東西都沒有 沒有電影 沒有卡拉OK 沒有球賽 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開放這件事情 他甚至在沙烏地阿拉伯辦的動漫展 辦的電影展 他讓音樂會 開始融入現在這一代年輕人的生活 所以他們認為說 沙烏地不再是像以前一樣 這麼保守的國家 所以他們想要跟這種舊形象脫鉤 所以這是為什麼他很受年輕人歡迎的原因 那他娶幾個太太 他這也是他最特別的原因 為什麼女孩子特別喜歡他 因為傳統我們都認為就是阿拉伯男孩子就是四個 是基本數 對 可是他只有一個太太 目前只有一個 他只有一個太太 他就說我娶了一個 我就已經沒有辦法支應了 我怎麼有辦法加上更多的人 因為其實在可蘭經裡面比如說 四個太太我必須要平等的對待他 他認為他沒辦法做到平等 所以我就守著一個太太 OK 所以很多女人就覺得 怎麼有人這樣子一心一意 對不對 那沙烏地阿拉伯其實他也開始做很多的一個建設 如果未來所謂的2030年電動車 所謂的這個吃油的車子全部要被淘汰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國家是也有些做些什麼打算 對不對 跟準備 所以他們現在有很多的一個開放 包含他們蓋了一個未來城 到底長怎樣 我們待會回來 我們看一下剛才講的這位王廚 就是非常受到人民愛戴的 他據說很喜歡讀孫子兵法 還有邱吉爾的傳記 他也是在思考沙烏地阿拉伯的一個未來 對不對 黑金總有沒有價值的時候 因為其實像Casey提到說以前大家沙烏地阿拉伯 其實沒有很有錢 你知道早些年 古早期 我們還有什麼農集團有沒有 還有什麼去那邊援助他們 現在人家講說還需要你援助 人家已經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可是陳如你講 他之所以能夠富有 就是因為他把這個石油的所有權 全部拿回來 但問題是現在很多人在講新能源 在講新科技 你石油總有用完的一天 我覺得莫海莫德他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已經開始在著眼未來 所以他提出一個叫做2030的願景計畫 這個願景計畫 其實你從這個圖表上面 你可以看到 他在沙烏地阿拉伯的西北部 有一個特別方塊顏色不一樣的 NEOM 那個城就是 他現在準備要規劃的 他預計要投入5000億的美金 來打造這個城 你現在仔細看說這個城 事實上他的地理位置還滿特別的 最快對不對 對 因為他目前你看他旁邊 就是他自己沙烏地阿拉伯的 這個西北部對不對 再往上方是約旦 然後在旁邊一點點是以色列 然後他的這個城的左邊 就是你像畫面上看到左邊 那個其實是埃及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站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位置 是他右邊是山 左邊是海 他們原先設計在這個位置 就希望以後怎樣講 他要能夠連接 譬如說亞洲 阿拉伯 歐洲 非洲 他希望從這個地方 做一個對口的地方 然後讓他可以往全世界去做連接 所以這是他一開始規劃的一個 2.65萬平方公里很大 而且一般我們講說 你要做這個就做土木建設 你頂多只是做一個新都心 或者是副都心 他不是 他要做的事情其實跟石油 完完全全有點相反 所以你看到他所規劃的項目 他要設計什麼三維的電動通勤 他已經開始走向到電能的這一塊 而且一般來講說 我們希望有人進去投資 傳統的產業 或者在那邊設工廠或什麼 他不是 他希望能夠讓高科技的東西 能夠進到這裡面去 所以他講說 這個區域沒有容納舊思維的空間 這個很大的口氣 沒錯 當然 因為其實莫爾默德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有投資一些 也有一些計畫在進行 但前面計畫 我們要誠實講 沒有很成功 但是他現在提這個東西進來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最少看到了一個新的未來 陳如你剛剛講的 人家現在看到沙烏地阿拉伯 只有看到油 看到錢 但是他告訴你說我規劃的一個願景是 我可以讓你看到科技 讓你看到未來 可是如果他要吸引全世界的投資 他的法律 他的金融 他的配套全部都要跟上 不過我覺得他比較厲害的講 他是說 我們正在回歸到一個 溫和的伊斯蘭教的國家 對所有的宗教跟世界開放 我們不會再浪費我們30多年的生命 浪費時間去處理極端主義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的有前瞻性的一個做法 而且這邊講了 剛剛老師講了 代表思想的轉變 女生不用再配投機了 這樣制定全新的法律 你要知道他要幹這個事情 你知道有多少保守派的勢力要跟他對抗的 所以他要撐得住 然後他提供免費最高速的網路 然後開發可再生的能源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非常的 應該想說大躍進吧 那問一下這個王廚還做過什麼 國防部長要打仗嗎 以這個王廚來講的話 打成他這一次當了國防部長之後 他剛好碰到是阿拉伯之村的一個後半段 那於是他的這個鄰國巴林呢 就巴林在這裡 小的不得了 那我補充一下 沙烏地阿拉伯有這麼大 都不能喝酒 你要喝酒就到巴林去 OK 巴林離沙烏地有多遠 25公里 25公里是海 沒關係不必坐船 他有25公里沙烏地阿拉伯出錢蓋的跨海大橋 OK 你開車去就好了 好 像這些小國 科威特啦 巴林啦 卡達啦 杜貝啊 聯合大公國啦 阿曼啦 葉門 你所看的 這個 大家來講 就是我們講的彼屎小國嘛 對不對 所以這些國家其實都是靠他 他的軍隊雖然是23萬也不多 但是已經是最多了 所以 巴林碰到阿拉伯之村的時候 是誰救了現在的巴林國王 是沙烏地阿拉伯 他洶洶派了6000坦克部隊 直接開到那個剛剛講的25公里的跨海道過去 馬上就平定了 所以所謂阿拉伯之村在那邊沒燒起來 好 現在的卡達在這是2015年 卡達今年呢 又跟沙烏地不交好了 對不對 說他是支持恐怖主義啦等等等等 還有這個 阿拉伯半島的電視台呢 對沙烏地阿拉伯所報導的一些沙烏地皇室 也覺得非常感冒 所以 種種的理由呢 賓撒爾曼皇廚認為 這個應該要整頓 於是立刻宣布斷交 其他的阿拉伯國家 當然 接著馬上就斷交 因為他靠他保護的嘛 其中包括埃及 大家都問 埃及也跟這個卡達馬上斷交什麼原因 因為埃及每年都受沙烏地阿拉伯 幾十億美金的補助 如果按照他們都是這種部落 然後宗族這樣子 而且他名字都會跟著爸爸 爺爺的名字一起取 所以是不是只要看這個人的名字 就知道他 他是什麼背景 是不是在中東是很好認的 那當然 因為中東的話 尤其你要知道是哪一個 因為我看好多人都寫 他叫做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一喊的話 在機場一喊 那個小姐也有經驗 大概有50個人最起碼 甚至100個人馬上回頭 對 或是講阿布多拉 大概有120個人回頭 因為都叫 好 所以這個呢 是看不出他哪裡人 阿拉伯的名字 阿拉伯人的名字有四段 第一本人 第二爸爸 第三祖父 第四是家族 所以你要看他是哪裡人 就看他家族 因為他本來就是部落 部落有住這邊 有住這邊 一看你的名字就知道 你是哪裡人 所以他現在要認實業派的人也好 實業派在沙烏地阿拉伯的 這個地方 很不幸 通通都是沙烏地的產油的地區 這個地方 沙烏地的其他地區都沒產油 實業派的人就有地方產油 所以他們不能說要獨立 他們也想要多分一點資源 沙烏地阿拉伯的皇室是殉尼派 所以他也極力打擊 所以也就是一個沙烏地阿拉伯人的名字 有四段 然後就可以看得出 就知道你的爸爸 第一個名字是他自己 對 那後面 我寫名字的時候 我要四段都寫出來嗎 護照上要 OK 那也不會難 像他國王的話 他叫做穆罕默德 所以講穆罕默德 沒人知道是誰 是誰 再講一個撒爾曼 你知道是撒爾曼的兒子 穆罕默德 那撒爾曼也很多 對 所以撒爾曼的爸爸 阿布朗阿基茲 對 所以你的名字 若叫穆罕默德 撒爾曼阿布朗阿基茲 一看就知道沙烏地皇室的人 看三段就夠了 不必再看第四段 他寫的是邵德 邵德就是沙烏地 就是沙烏地家族 所以他的本名 穆罕默德 撒爾曼阿布朗阿基茲 是邵德家族 所以一看他的邵德 就知道他是住哪裡的人 一樣的道理 他要認識你是住哪裡的人 看你名字就知道了 就是蔡英文 蔡爸爸 屏東 車城 所以他的經濟實力不可小看 當然我們講的是 另外一個國家叫卡達 對 那因為卡達最近爆紅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沙烏地阿博 聯合其他九個國家 一口氣給他斷交 那這個彼死般的國家 為什麼會讓 沙烏地阿博這麼不開心呢 好 當然我在談這之前 先談一下這個 在亞洲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知道在香港 大概去香港都坐國泰航空 應該是一個很正常的班機 但國泰航空最近 財務狀況不太好 因為亞洲地區的競爭 是越來越激烈 買的對象是誰 這個有趣 我們知道 其實國泰航空有兩個大股東 一個就是中國航空 這個大 另外就泰谷集團 這個就不用提 好 另外一個小公司 是叫做劍濤化工 可能大家不知道 它是國營企業 那麼劍濤化工就選在這個時候 把他手上的持股 加上他周圍的劍濤化工 周圍的持股 高達9.6個百分點 就賣給了卡達航空 說起來很簡單 因為這個阿拉伯國家聯合壟斷 就讓這個卡達航空 連這個沙拉伯國家都不能進去 對他來說他要夾縫裡求生 就看好了香港 這樣的一個轉運中心去買它 表面上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但問題是 中國的這個劍濤化工 為什麼要賣出去 對 為什麼 好 原因就清楚了 因為這個為什麼 阿拉伯國家是說 你是因為你這個 有資助這個所謂恐怖主義者 可是不是 是因為他們有些王子沒事幹 跑去這些國家玩一玩 就被這些恐怖主義者給拉起來 就當然就要跟他勒索金 兩億多美金 其實你說這很大的錢嗎 是 很大 可是這些王子性命很重要 其實不是這樣的 因為卡達他生產天然氣 是全球最大天然氣的生產國家 天然氣有什麼了不起 唯有石油的天然氣 可是我們知道這幾年 石油價格可是跌得很兇 可是天然氣價格很穩定 為什麼呢 因為越來越多國家 它這個發電不用煤炭 是用天然氣 所以天然氣是很賺錢的 好 那天然氣賺錢 又怎麼了不起呢 搞了半天 原來它是跟伊朗 一起來合夥來開發天然氣 而伊朗又是阿拉伯國家的世仇 因為是舌葉派這個派聯之爭 遜尼派對不對 對 但重點來了 遜尼派 對 遜尼派 但是重點是 伊朗跟中國關係可好的 當時伊朗被經濟制裁的時候 他的油是賣給誰 賣給中國 好 那說穿了 就是中國 伊朗的關係 已經跟卡達關係都在一起 所以這個國泰航空 當然股權就賣出去了 就賣給他了 這對於阿拉伯世界來說 開玩笑 這個他跟美國關係很好 所以整個都在一起 就知道為什麼這個對卡達 要下這麼重手 但是中國開了一條門 好 到底卡達有多有錢 我們台灣現在人均是2萬美金 卡達隨便一個老百姓 人均13萬美金 所以你就知道 這石油一起來之後 對於阿拉伯國家來說 未來的油價格能不能上漲 不知道 但天然氣需求是很大的 那伊朗又跟他是世仇 所以一定要去卡達後款 那卡達的女人有地位嗎 曹老師 卡達的女人是沒有地位的 因為他仍舊是伊斯蘭教國家 只有一位例外來 我們珍珠來了 這一位真正叫中東的 後宮甄嬛傳 甄嬛傳上演了 因為我們看到這一位莫札 她現在是太后 她58歲了 當年她是王妃 你知道她是一個囚犯之女 當年她爸爸其實是愛國商人 因為這個老國王 就是要把傑明說的天然氣 還有石油 把他占為己 所以她爸爸認為這是不對的 應該要讓全民共享 因此這些國家很專制 所以她爸爸就被關了 而且家族被流磅 這有沒有很像甄嬛什麼 流磅英古塔有沒有 所以她是一個囚犯之女 結果她18歲的時候 普通大學生 沒想到當時的王廚 就是她現在的丈夫 竟然愛上她 所以哈馬德堅持要娶她 其實這個哈馬德 她因為她自己本身已經是王廚 她有一段婚姻政治聯姻 但是哈馬德說我一定要娶她 那麼老國王開出來條件 好你要娶她可以 結婚典禮上 這個女人單身嫁入我們皇室 不可以有任何親友參加 並且是由你的大老婆陪同她進入婚禮 所以你看她很可憐 就這樣子孤身就進入婚禮 而且她公公丟給她的一句話 不是祝福 丟給她的話是 你小心你的位置跟身份 那大老婆丟給她什麼話 大老婆說 你以為你是珍珠嗎 你只不過是沙莉 結果她也很厲害 很像甄嬛回夢那個華妃 她就說 那你以為你是什麼 你是毒蛇 你根本就分不清什麼是珍珠跟沙莉 所以這個女人也很厲害 那麼最重要的 翻譯成國語就是 賤人就是矯情 沒錯 所以這就是甄嬛傳 但是我覺得她比甄嬛厲害的地方是 她非常的有商業頭腦 而且她能夠苦民所苦 所以經過她的打造 比如說我們首先看到 她的政變是不流血的 她是趁著這個老國王她公公 這個出國訪問的時候 好 你甭回來了 所以她就扶植她的丈夫上任 這個時候是1995年 是不流血的政變 把公公給幹掉了 對 沒錯 終於報一件之仇了 而且還有 她覺得剛才傑明有講到 說這個卡達 她本身有豐富的石油 天然氣 產源 這個很重要 但是她有不同的看法 她覺得我們不能夠一直輸出這些 輸出這些 這變成做吃山空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投資 這個才是以前滾錢 那麼我們看到很特別 他們這兒有一個很特別的產業 傳統產業 這邊沒有寫出來 是珍珠養殖業 靠海對不對 對 靠海珍珠養殖業 大家都想說 美人你看我們喜歡珠寶 一定挑那個大顆的對不對 當然 她不一樣 她挑小的 她覺得小的才有發展的潛力 為什麼 可以做加工 可以做文創 所以她不挑大的 而且她把這個資金投資在什麼 很特別的 她去炒房地產 所以她去倫敦買下奧運選手村 她還去買賽納的名畫2.5億 你知道她花了4億到歐洲賺了一圈 買了很多藝術品 她的老公說 如果你買了這些東西 將來對不起我們老百姓怎麼辦 她說沒關係 我自個兒出 結果她買了這些藝術品 不僅在拍賣 而且翻倍 而且她還蓋了四座的藝術的博物館 可以吸收旅遊業 所以增進國家的收入 因此我們看到卡達才會這麼有錢 因此她被評為是 全世界最有權勢的100位女人之一 所以這個不是只有靠美貌 對不對 這是真的有本事 好 中東竟然有未來城 他們的未來性強到什麼程度 就是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機器人 可是大概沒有任何國家 讓機器人可以登記做公民 第一個 機器人公民竟然在中東 帶回來 我可以寫信給Sophia嗎 她很會樂意跟你聊天 因為她是一個非常會說話的機器人 而且她長得像誰呢 當時機器人在設計她的時候 就把她的臉作為澳大利赫本的臉 當作模型 所以她肯定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生 那她為什麼最近爆紅呢 當然她的說話非常的直接 不過剛才因為主題是 就是機器人當公民 因為沙拉布要設一個未來城 就在這個地方 沙拉布當局宣布 要把全球第一個機器人 就是這麼多機器人 第一個變成公民的就叫Sophia 為什麼那麼在乎這個女生 好 這個女生曾經有一段對話 就是她跟她的老闆叫韓森 就是機器人的公司叫韓森機器人 韓森機器人的老闆就叫韓森 有一個對話 說你會毀滅人類呢 他說一句話 No I will OK 他說他會毀滅機器人 這又要讓大家為之震動 但後來有人在跟他訪談 他又說一句話說 如果你愛我 我會愛你更多 那為什麼他這麼神奇 因為他在他腦袋裝了62個元件 在他這裡面也裝了大概16個攝影機 所以他最大的功能是什麼 他可以辨識人 而且還辨識你的心情 甚至還可以因為你的表情 說了一些話 他會跟你的表情來做對言 他看得出我們是好人還是壞人嗎 這個要研究一下 也許這個 他其實跟馬斯克也有對話 馬斯克說做機器人 是一件不對的事情 未來會毀滅人類 他說你不要嫉妒我們 你不要擔心我們 其實是很希望跟人類往來的 當然馬斯克還是對他很有意見 不過這件事情 讓很多人就問一件事情 可是他沒有戴頭罩 不是沙利亞伯女性都要戴頭罩嗎 是 面紗 面紗 對 面紗 有人就哭手 就把他裝面紗的樣子 但是他這個沒多久 現在沙利亞伯 我可能讓女生也不用戴面紗了 不過最關鍵的事情是 他曾經對所有的人類說一句話說 我會製造更多美好的事物 包括房子 如果你需要我幫你介紹的話 我也要幫你介紹 當你心靈絕對有些哭泣的時候 我是一個很好的社交機器人 我會跟你說話 所以這個真的很有未來性 但是如果第一個登記為公民的機器人 竟然是一個女性 而且這個事情是發生在阿拉伯 中東 坦白想我們以世俗的標準 就是非可蘭金這樣子的一個回教主義 回教世界的一個標準來講 中均他們對女生有很多的限制 李老師怎麼看 當然在於沙烏地阿拉伯的話 是全世界女生受限制最多的地方 所以現在的穆罕默德賓 要開放給女性能開車 能做什麼 能做什麼 拿掉面紗 想必下一次沙烏地阿拉伯 假如是要落入民選 他還能當選為總統 因為他對世界 對阿拉伯世界 對沙烏地阿拉伯開放的 實在是太多了 因為一般的人都已經是投你了 其他的男人有幾個人投你 你就當選了 對 好 以沙烏地阿拉伯的話 女性不方便到什麼程度呢 現在在座的女性 這個穿著一定不能下飛機 別說上街了 你飛機都不能下 我沒有空姐才知道的 以前我們飛到沙烏地阿拉伯 是規定必須要穿長褲的 對 一定要穿長褲 沙烏地阿拉伯你沒帶面紗 是不能下飛機 第二 女人不能開車 到明年6月就好了 因為在沙烏地阿拉伯 只要買車給女性 一定要附帶一個司機 那大概都是菲律賓人 她會講英文 還有一個你不能接受的 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性 她一定沒有護照 那她 拜託 滿街沙烏地阿拉伯女人 都在出國 那有空的話你請她 把她的護照拿出來給你看 她沒有護照她怎麼出國啊老師 她一定是跟著老公爸爸 或是哥哥出國 假若你是有老公的話 你的護照的一些資料 絕對是在你的老公的護照裡面的 她的配偶業有差不多10頁 因為她要娶了又要換 又要娶很多太太 對 那裡面的配偶 我的資料在這邊配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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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就是我不會有個人的護照 我的護照資料是 是夾在 附屬在這個老公的護照 結婚了就是老公 沒結婚就是爸爸 那哥哥可以帶出國 我覺得附屬在哥哥 哥哥出國是有條件的 假如你是留學生可以 對啊 那你剛剛講說 那如果爸爸不方便陪我出國 我一定要出 爸爸一定方便的 因為沙烏地的留學政策是 假如你女生 你得到普林斯頓大學的獎學金 譬如說國家還給你獎學金 你不能去啊 你只要爸爸跟我去 我爸爸還要上班啊 沙烏地阿拉伯政策 爸爸的薪水照領 可以吧 你爸爸在沙烏地阿拉伯 一個月領譬如說台幣8萬 他陪你這次到普林斯頓去念書 每個月8月照領 但是人在美國 哇 對 所以他有他的各些政策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有我自己的護照 永遠 等這個穆罕默德兵 沙爾曼當國王看有沒有希望 他們的線是真的很嚴格 像如果說我跟傑民哥兩個人走在路上的話 一定會被盤查 我們的關係是什麼 如果不是長輩的親屬的話 那我就是比較可憐 無父無母無兄無弟 我可以出國嗎 你不行 你一定要到福爾園園去找一個你的那個叫監護人 對 要跟著監護人一起 你一定要監護人 而且你無父無母表示你的父母是不祥嘛對不對 在沙烏地阿拉伯的話這個叫做禁忌之女 言下之意就是你非婚生之女 非婚生之女是或是之男 沒有人敢嫁你也沒有人敢娶你 因為你是以台灣來講就是未婚生子 我們是有就出生就剛好他們兩個身體不好死掉了 這樣有名字可以看 要有監護人了 我就還在找在家族裡面再找一個監護人就對了 可能你祖父還在啊 所以你祖父會成為監護人 剛剛小姐所說的沙烏地阿拉伯也不能戀愛 沙烏地阿拉伯只要有一男一女走到街上 隨時宗教警察都要檢查你的證件 對 你看證件一看就知道 剛剛我們名字一看就知道了嘛 假如你是姐妹的爸爸名字的同一個嘛 不得賓撒爾曼 那你是法帝賓撒爾曼 那個同一個人的爸爸 所以沒問題你兩個人可以走 對不對 假如檢查都沒有關係的話 立刻叫到警察局去 就被逮捕 少說罷官一個禮拜 然後做必要的一些懲罰 然後一直到你們雙方的父母來領 雙方的父母來領的話 假如你被你的鄰居知道了 你一輩子幾乎叫不出去 因為你被某某人帶過上街 上街 這個已經是比較好的 壞一點的狀況你會受到榮譽處決 上床已經砍頭了 在中東這叫做榮譽處決 所以這個 所以你對於說沙烏地阿拉伯女性 你住的習慣嗎 所以賓撒爾曼 就是莫莫 做這些改革 能不獲到一半的女性的支持嗎 對 所以杜拜的王子聽說也很帥 杜拜王子很帥 杜拜王子他現在是網紅 因為我發現 都幾年級杜拜王子 杜拜王子現在最紅的就是哈曼當 他是目前的王初 這個嗎 對 白的那個 隔壁那個是他的哥哥 兩年前過世了 他是杜拜大王子 杜拜大王子跟二王子兩個人 大概是目前在杜拜皇室裡面媒體曝光率最高的兩個男性之二 那二王子他非常的會經營個人的形象 他跟大王子不太一樣 他們兩個只差一歲 然後大王子個性比較嚴謹比較不是那麼親民 而他對自己的私生活是非常非常看重的 可是二王子非常非常的接近民眾 可是你剛剛講不是大王子已經 兩年前過世了 兩年前過世了 但是他們兩個兄弟其實感情很好 那二王子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王子都多半都是女孩子們的夢想 所以現在大家最瘋的就是這兩位 還是很帥 因為還是單身的王子 大家都覺得是可能還有一點機會可以接近到他 另外一個是文萊的馬丁王子 兩個人都32 哈曼丹王子其實應該是32歲31歲 那馬丁王子應該才21歲 都未婚 馬丁王子還是去年東南亞的GQ雜誌 2016年的封面人物 很帥 身材非常非常好 然後哈曼丹王子為什麼那麼受歡迎呢 他非常的擅長經營個人的品牌形象 所以他最受女性歡迎的原因是因為 他常常跟他侍衛的小孩 還有他親朋好友的小孩一起拍照 他就是一個暖男 而且那除了王子年輕又帥之外 還有再來這些王子都非常非常的喜歡運動 以前我在中東的時候 大家都跟我講說 怎麼不去找個王子來約會一下 這問題是我覺得 王廢生活其實也很辛苦 而且其實跟王子們 如果你想要接觸到他的話 其實也不容易 王子他平常的生活在幹嘛呢 運動是他們最喜歡的 幾乎每一個在線上的王子 他們都有跟馬的合照 他們非常喜歡馬術 然後他有極限運動 以哈曼丹王子來說 很喜歡拍照 他擁有全世界最昂貴的攝影器材 所以左邊那一張就是 在高塔上面那個照相 那個照片就是前陣子在Instagram上面 最紅最紅的 王子早上起來的咖啡旁邊是雲霧繞 也因為這個雲霧繞的狀況 就是網路上面誤傳說 他就為了他要拍這張照片 所以阻止所有的客機起降 沒有啦 是這種天氣根本也 是真的起降不了 其實霧太大了 所以沒有辦法起來 那還有就是 他們的富裕的程度是到人家的寵物 都不是什麼小狗小貓 是獅子 老虎 老鷹 駱駝 再加上他又是一個很親和力的人 以前我在航空公司服務的時候 我曾經跟哈曼丹王子的侍衛長 一起飛過 他是我們的乘客 整個晚上他就一直在跟我講說 我們王子有多好 你看這就是Crown Prince 有沒有 我跟他一起游泳 他帶我的小孩做什麼 所以他很得他的身邊的仆人的喜歡 可是麗老師通常在那個 在中東來講 32歲沒有結婚是不晚了一點 大概在12歲就要結婚 但是他們比較新一輩的這幾個 10歲還沒長好吧 是 比較新一輩的這幾個 其實他們沒有那麼的傳統 他們的生活其實還滿西化的 那中東真的每一個人都這麼有錢嗎 難道他們沒有窮人嗎 我們真的很好奇 待會兒來看一下 中東這麼有錢 他們有窮人嗎 當然有 所以看起來國家很有錢 福利又好 看病不用錢 教育不用錢 病治不好 飛機票坐到歐洲不用錢 但是還是有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的人 是住在平民區 這些人可能多半是因為生病 等等因素 那麼因為大家說 他們很有錢 又有愛心對不對 你看那個四川的汶川 汶川大地震 他們的捐款6千萬美金 是美國的120倍 所以我來當個乞丐還不錯吧 據說你看 乞丐年收入有60億台幣 好像不錯 那我們都不用幹活了 但是你知道這個很糟糕 因為首先乞丐 你躺在路上都是不如 老弱不如 他們都受到丐幫的控制 所以你得到很多捐款 其實都上繳給什麼 八代弟子 長老 你自己得的不多 所以你永遠都是乞丐 就很像有一些人 有專門掌控這些人的 對 人口販子 還有因為乞丐集團很多 所以有時候要搶地盤 那有時候會打起來 因此最後受傷的 甚至於上升的 就是這些可憐的老弱不如 再加上現在沙烏地阿拉伯 他也覺得 這樣子很扯對不對 我們國家這麼慕勇 動不動就是王子 怎麼有這麼多乞丐 所以他現在讓警察 嚴格的取締 比如說這些乞丐 有時候在路上 我來幫你提袋子 要小費 不可以 會抓去關 我幫你擦車窗 都不可以 所以我覺得還是不要當乞丐 我們還是在台灣安生立命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最好 不過坦白講 他們的教育裡面 這種控制人家 這應該有犯罪 那應該被抓到 是很嚴格的刑罰對不對 這算是人口販子 是非法組織的 是不可以的 但是通常都是抓到老弱不如 那些大同步都抓不到 所以立老師 他回家的國家 他是沒有特種行業 有男人